这对屏东地区的民众来说 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子呢 刮起强劲的洛山风 有多强 十级的强风 就把机车骑士都吹一番了 那么要提醒的是呢 在星期六的时候 又有一波湿冷的空气会难下 到时候北台湾 甚至沿海空旷地区 最低温可能只有11度 大家要做好保暖 当然呢 高山会不会有机会下雪呢 有的 强风呼呼吹 屏东下午刮起了将近十级的洛山风 露数都被吹得抬不起头 自行车骑士也都快要骑不动 刚才有摔倒吗 还有 太小了 只要是撤了 因为去有点 有点危险 那年初六 北部地区湿湿冷冷 行人撑伞 尽管是年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不过因为下雨的关系 街上还是有点冷清 初五立春春神来了 怎知道樱花已经悄悄开放 春节假期各地晴朗 不过未来一周 大多会是湿冷天气 周五呢 是有一波封面的影响 那在周六以后呢 就会伴随着另外一波 大陆冷气团的南下 所以说周六以后呢 其实天气温度上来说 其实都是一直在逐渐下滑的 六号气温会稍微回升 北部多云 南部太阳露脸 早晚温差大 波七号之后 封面通过降雨几率提高 周六到周二 东北激风会渐渐增强 北部低温下探十一度 山区还有机会降下瑞雪 尽管已经立春 不过东一可别急着收